北京著名攝影師徐勇的攝影作品《底片》是一本畫冊 以反映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學生運動為主題 選用當年拍攝的64張學生示威遊行的圖片 記錄了這場震撼海內外的學運 該書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但在中國內地除了出版無期 就連郵寄入境也成中國海關的禁書 據《紐約時報》中文版週三報導 徐勇的新書《底片》充滿著1989年那場運動的影像 發布這些照片就可能被中國目前掌權的強硬派視為挑釁 徐勇的新書中充滿了中國理想主義年輕人呼籲民主和譴責共產黨的影像 但他堅稱出版這批增藏了20多年的照片的決定與政治無關 他在接受該報採訪時稱 這是一本藝術類書籍 他已經出版過20多本攝影集 因此沒有興趣討論他們的含義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鮑普 週四接受本臺採訪時 正在北京探望父親鮑童 他證實該書由他們出版具體情況 等他回到香港再說 《新世紀》出版社的創始人之一蔣月磊則表示 徐勇對出版這些照片的風險一清二楚 但他還是決定這麼做 徐勇不願意對記者透露一共拍了多少照片 但是底篇一書共有64幅底篇 對於很多中國人而言 這個數字是為了逼貴中國互聯網審查而使用的一個特別符號 表示天安門清場日期是6月4日 最後一幅底篇是一輛坦克的模糊影像 也是全書中顯示這場和平抗議活動 被武力鎮壓的唯一跡象 報導稱短期內底篇不會在中國大陸的書店發售 徐勇自己也難以拿到書 上週一箱通過聯邦快遞寄到他家的底篇 被海關收繳並銷毀 徐勇承認這本攝影集會帶來危險 他說這些底篇已經開始變舊發黃 如果現在不出版它們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記者多次嘗試聯繫徐勇本人 但不成功 曾經拍賣過徐勇攝影作品的北京一家拍賣行的員工 對記者稱需要經過徐勇的同意才可提供聯繫方式 但記者截稿時對方沒有提供相關信息 徐勇的底篇早在數月前已出版 但香港不少中文書店並沒有該書上架 去年也曾出版過徐勇在89學運期間拍攝的照片底篇的香港獨立出版人 孟浪星期四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 他也沒有見過該書內容 在很多書店並不能看到 因為它是一個藝術畫冊一樣 就是書的樣子我知道 內容我知道是他早年一些六四的攝影作品 用藝術形式 副片的形式處理的 但具體什麼內容我沒看到 孟浪說 在去年六四二十五週年時 他出版的《雪色彷徨》攝影集中 也收錄了徐勇以底篇形式描述八九學運的場景 他說 孟浪表示 徐勇以底篇藝術表達八九學運 有一種特殊效果 藝術形式來展示他對六四 這樣一個歷史也好 和當年發生的這樣一個 他作為一個記錄者 見證者 做了一些藝術呈現 他的計時攝影就是在六四 及六四前一個多月八九學潮發生的整個 這個歷程中拍下的這些照片 以副片的形式呈現的 他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效果 徐勇的作品來自35毫米的原始底片 是由科尼卡初期相機拍攝 肉眼只能看到示威場面和抗議者的輪廓 但是用現代的iPhone或iPad 簡單的設置常用功能 選擇反轉顏色再通過鏡頭 看到的卻是經過沖洗後的景物原貌 在現當年的爵士者和恐懼的 戒嚴部隊士兵的面容 被稱為北京胡同由發起人的徐勇 也是北京798時太空間的主人 最著名的作品是上世紀80年代拍攝的 懷舊黑白照片 捕捉了北京老胡同之美成名做事胡同101相攝影集 其大部分公開的作品通常迴避政治1980年代 至今須用多次舉辦個人攝影展 很多作品被海內外機構及私人收藏 胡同系列攝影作品被美國前總統布什收藏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請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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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好